236 文匯報 合肥9月國際新能源車展探索城市運行解決方案 2015年7月11日地方市昌18職能減排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陳敏合肥報導2015中國國際職能與新能源汽車展覽會 將於9月5日至7日在安徽合肥安徽國際會展中心舉行 本屆展覽會主題為聚焦淺行探索 旨在聚焦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熱點問題 淺行綠色環保理念 探索城市運行解決方案 此次展覽會規模將超過3.5萬平方米 分節能汽車整車 汽車節能減排技術獲產品 新能源汽車 新能源汽車充換電設施四個展區 本次展覽會除了邀請特拉斯保馬 上汽 東風 北汽 一汽等行業領軍企業廣泛參與外 還將同期舉辦第四屆中國環保汽車大會 全國新能源汽車應用推廣城市 致名高校專家 行業協會主管領導及眾多致名企業代表及行業資深 專家 齊聚合肥 共同就職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和技術相關話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合肥作為全國新能源汽車視點示範和推廣應用城市 從2009年國家開展新能源汽車視點示範工作以來 截至今年5月底 合肥市累計推廣新能源汽車達1.5萬輛 多真的分析通失控器 公國新能汽車 3017世紀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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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